今年上升最快的男明星 前三名肯定有肖战的名字 早几年就知道肖战一定会火 不仅颜值出众 演技在线 情商也是极高 特别是肖战看待很多事情 尤其是自己的事业 十分通透 哪说理去呢 肖战不红 真心天理难容 曾在一个节目里 肖战被问到 个人问题是否解决了在 肖战就大方坦诚 自己妈妈也曾问自己 但肖战回答妈妈有说 现在谈恋爱等于失业 当然这个对话 肖战也略有四两拨千斤的意思 可能也只是为了有梗 但这看似略带搞笑成分的话语 也能透露出28岁的肖战 对自己现今事业发展的定位有多清晰 甚至现在事业刚刚腾飞的自己 维护粉丝就必须放弃感情生活 肖战的通透和实在 看过他采访的人都能感觉到 被记者问到 对未来是否感到焦虑 是否害怕有一天不红了 肖战都能冷静反问 什么叫红 什么叫暴 肖战还谈到所谓的一夜暴红 称自己从低谷来 从来不怕 害怕的是 这种暴红的东西 把大家的眼睛给遮住了 肖战的清醒 真是流量明星不可多得的优点 不得不说 肖战真的是一位满满正能量的明星 不得不说肖战的采访真的很圈粉 看待问题通透 真诚且温柔 现在的肖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当时他依然十分的低调 他们工作室的logo还是他亲自设计的 果然是一位宝藏男孩 肖战的通透 还体现在他从入行以来 一直都是一个十分有同理心的人 永远亲和有理 永远富有亲和力 所以他重粉的行为一点都不刻意 对待粉丝都是用一种平等态度 既不谄媚 也不不屑 十分恰到好处 曾经的肖战也非常诚恳地对粉丝说过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那个 当别人问到喜欢的人是谁时 你们可以骄傲地说 是肖战 相信肖战粉丝们对他说过的这句话 都有着很深刻的印象 现在的肖战 真心无愧于这句话